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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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位牧师以前曾经是奴隐反子 他们两个后来成为好朋友 威廉患有忧屈症和焦虑症 经过几次自杀都不成功 每当又学牧师来探他 他们就会一起散步 聊聊有关上帝的事 约翰牧师就认为 若果让威廉参与多些创意的工作 让他写作诗歌的机会 这样对威廉是会有帮助 于是约翰牧师就萌身 编书一本赞美诗集的想法 威廉贡献了很多首诗歌 其中包括 上主作为何等奥比这首诗歌 即使后来约翰牧师离开了 去到另一间教会服侍也好 威廉和他的友情 仍然是非常坚固 他们还继续经常通讯 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威廉和约翰牧师的深厚情意 和旧约中大卫和约拿丹的友谊 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撒母义记》上十八章一节记载 大卫击败歌利亚之后 约拿丹的心 和大卫的心 心相启合 并且爱大卫如己 约拿丹虽然是苏罗王的儿子 但他却不明白 为何他的父亲 金质道和努行大卫 甚至他为大卫辩护 质问父亲 为何要置大卫于死地 但在二十章三十三节 苏罗的回应竟然向约拿丹 拿着枪 要杀他 约拿丹躲避攻击 并且为大卫蒙羞 受辱 而感到难过忧愁 就这两对朋友而言 他们之间的连结 使得彼此的生命更有意义 激励彼此去爱上帝 服侍上帝 今天你要怎样 像他们那样鼓励你的朋友呢 主 为你的恩典 我要满心甘蔑 由泥内生寄到变幻天气 要准备 imme乾架 或缸泥内生寄到变幻天气 就共挂一 termin 可能到个案里正路前行 我出身前你已想自我 到了今天正有光纵 为个比较一照我出客人 在你圣洁国都引动 美好的友谊 怎样有助于你的身心灵呢 你怎样向人彰显上帝的爱 并且帮助他们成长呢 《撒母耳记上》20章34节 约拿丹因见父亲羞辱大胃 就为大胃受烦 主为你的恩怨 我要满心感谢 由提示安慰 导致被关架 待女友的爱念情意 各位朋友 这个时候邀请你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好感谢你成为我的朋友 让我能够深深与你默契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更爱上帝 更愿意服侍上帝 让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祝你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祝你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愿意义 愿我再看天恩处传 神啊 祝你恩怡太美妙神奇 陪得万种青线 我要以今日为祭献给你 并永连纪念你 所爱 好多谢你收看今天的主题讯息 盼望当中的内容和诗歌 让你心灵得到启迪 灵命得到更新 如果你想定时收到我们的灵修资料 邀请你可以登记成为我们的读者 同时也邀请你 继续收看下一篇的主题讯息 愿上帝慈福如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